第二百三十八节 灯火再次点亮 绿色的蚝光逐渐隐去 巨狼依然站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刚才的一幕让所有人以为身处梦境 静悄悄的一言不发 阿史纳家族就是草原上真正的主宰 他们的祖先据说就是狼 每一个阿史纳家族的人呢 胸口啊都会纹灰了狼头的纹身 正是这种校乐形象 薛妍陀人立刻站了起来 一千头牛 云也不为所动 只是把头转向土玉浑人 年迈的长老喘着气说 出一千五百头牛的价格 云也清楚 他们也清楚 就连闭着眼睛的李二也清楚 只要他们两族把这只狼啊 送到大漠深处的西图厥 立刻就会有一个强大的盟友 房玄灵 杜如悔 李静 唐俭等人立刻就站了起来 李静大叫 云也 这东西不能卖 会给大唐带来麻烦的 云也咧着嘴 对李静笑了一下说 嘿嘿 陛下说了 驾高者得 薛元土 现在身处大唐铁骑的威胁之中 这次前来大唐 就是希望能够和大唐达成协议 不受战争的威胁 谁知啊 无意中发现了这件给天狼神最好的宝物 只要送给西图厥 就一定会达成同盟 共进退 这拼了老命啊 也要得到 古玉魂人呢 抱着同样的心思 这次来的是一位大长老 同样发现了这两匹巨狼雕硕的重要意义所在 在李静等人胶着的劝说下呀 云叶依然是一副生意人的模样 不为所动 为了不至于夜长梦多 血颜驼人呢 与驼玉魂人也达成了合约 两家共同出肥牛两千头 买下两尊雕硕 一家一尊 云叶笑得像只狐狸 从袖子里拿出一只小锤子 在其中的一只巨狼头上敲了一下 狼头顿时被敲得粉碎 在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中 云叶对两个买家说 现在只有一匹狼了 我要三倍的价格 随手就把残破的狼身掀下桌子 随他在地上摔得是四分五裂 从怀里掏出手帕 仔细的把剩下的一头狼擦拭一遍 见到去除不掉污渍呢 喝了一口湿气 垫着手帕仔细的抠两下 才满意的点点头 古玉魂大长老颤颤巍巍的走上台子 把四分五裂的玻璃揽在一块 似乎想要粘起来 浑浊的眼睛里蕴含着泪花 手被玻璃的风口割破了好几道口子 鲜血淋漓 沾着雪的玻璃很快啊 就显露出一种妖艳的红色 老头子奎然把破碎的玻璃放在地上 绝望的对云野说 你为何这样做呀 你所有的宝物通通开价一百贯 我们给你了接近三百倍的价格 为什么还不满意呀 草原上的牛羊虽然多 可它们也不是荒草啊 这遍地都是啊 一头牛犊 长成大牛呢也需要两年时间 这其中要度过两个恐怖的寒冬 牧人们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也要赶着牛群在草原上觅食 每过一个冬天 最少会有三成的牛羊熬不过去呀 每死一头牛 都是在饥寒交迫的牧民心头 割口子呀 都说汉人是最和善的种族 为何你就没有半点的怜悯之心呢 六千头牛 是一个万人大部族所有的财产呢 给了你 就会有上万人熬不过今年的寒冬 这难道就是你一个大唐帝国领主的慈悲之心吗 一番话呀 可能说到了游牧民族的伤心地 几乎所有的胡人都低下了头 甚至有脆弱的在大哭 就连剧场里的伤股都是感慨万千 价值一两万贯的财富 就在一瞬间毁于一旦了 心头流血的 绝不止胡人一群人 李静的眼珠子 滴溜溜的在转 魏征狂怒的 几乎要从楼上跳下来 就连与美人亲亲我我的李承前 也惊得站了起来 房玄陵 杜如悔 如丧烤笔 唐简脸色如土 萧玉全身抖得像筛康 长孙脖子上青筋都冒出来了 眼睛几乎喷火呀 如果不是在剧场 他一定会把云叶 最少打三十半子 不 五十半子 这一锤子下去 一千头牛就没了 这已经不是在外家呀 是在造孽呀 李二面无表情的 看着下面众人的反应 突然无声的笑了 给长孙说 朕有点累了 小事片刻 云叶埋完狼以后 再叫我 说完呢 就把身子埋进 软蚁 笑着闭上了眼睛 云叶很无奈呀 这些人怎么就不懂得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呢 后世卖原青花的 如果有两个一样的瓶子 一般都是砸碎一个 把剩下的一个呀 卖三四倍 甚至十倍的价格都不稀罕 怎么到了这里 一个个都变成了蠢蛋呢 老子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 拿刀砍人的机会 错过 那才是大大的傻蛋 自古以来 游牧民族就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恶劣环境里 与天争 与地争 与人争 还要遇到各种灾害 牛羊的瘟疫 旱灾 白灾 更是年复一年 我在草原上生活了大半年 深受其苦 夏日的文营 冬日的寒冷 都让我吃尽了苦头 我看见白雪下面 冻得硬邦邦的尸骸 也看到被当成皮球 踢来踢去的死人头颅 饥寒交迫之际 那些抱成团取暖的牧人 把老弱放在最外面 把孩子和轻壮包在人群最里边 那些哀动的老弱 彻夜发出惨叫 以抵御寒冷 想到这些 我的心都要碎了 任何人只要见到那样的惨壮 怜悯之心都会由人而生 大唐的人都是善良的 听到云月的叙述 自己都觉得遍体生寒 那些胡子更是感同身受啊 顿时剧场里的胡人 就哭成了泪人 不管坚强的还是不坚强的 抱在一起 才能够感到一点安慰 大壤老抬起头 泪眼婆娑的问云夜 剩下的这狼头 我们出四千头牛 可否 云夜也在哭啊 想到自己在草原的遭遇 更是悲从中来 听到大壤老的开架 他抹了一把眼泪 哽咽着说 不行 少于七千头牛 不卖 话声不大 却坚定异常 玉石工一屁股就把椅子坐塌了 看着云夜像是见到了鬼 抓着同样目瞪口呆的成鸟金问 你去地狱了 怎么把这样一个魔鬼给带回人间了 老成木认的摇摇头 又碰碰老牛说 这是你教的 咱几个兄弟里也只有你能吓得了狠心 牛进达烦躁的推开成鸟金说 老子砍人没问题啊 但是要老子一边为对方悲伤的掉眼泪 一边下死手坑 老子没这本事 李静看看泪流满面的云夜 再看看已经处于石化状态的大长老 突然觉得自己刚刚操的心都是闲心 刚才还想着如何对付这些该死的胡人 现在发现呢 这些胡人回草原的时候 如果有条裤子穿 那就算是他们的大神在全力的保佑了 小台子上 太子和自己的未婚妻 刚刚升起的一点暧昧之意 已经荡然无存 苏氏担忧的问太子 这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李承前点点头 突然笑的很开心 在台子上狠狠的转了两圈 把苏氏扯起来 抱着头就猛的亲了下去 不带苏氏反应过来呢 一只手就钻进了苏氏的胸围子 揉捏起来 长孙腿软就坐在身后李二的腿上 捂着脸不作声 他发誓 云野绝对是他这辈子见过心最黑 脸皮最厚 最无耻的一个家伙 自己以前只要稍微做些对不起他的事情呢 就会内疚 现在看起来 这完全是自己太过心软 太过愚蠢的缘故 李二睁开一只眼 瞄了一眼皇后 也不管坐在自己腿上 非常不雅的妻子 拱拱头 换了个舒适的姿势呢 继续睡觉 他打算今晚把这场好戏 从头看到尾 暴跳如雷的薛颜驼人 有好几个准备冲上台子和云野拼命 被云家的老兵一一的挡在外边 善英现在连和云野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了 看看对方没动静 云野又把小锤子举了起来 在巨狼的脖子上比划 只要大长老和薛颜驼人 改说半个步子 他会毫不犹豫的把雕像砸碎 他很清楚 西图学人不稀罕他们的牛羊 阿史纳家族控制着 东起金山西到西海诸国的庞大领土 薛颜驼 土玉魂的几千头牛羊还不足以成为左右西图觉的砝码 现在西图觉贵族林立 谁都说自己是天良神的正统传人 都在打压各派 土玉魂 薛颜驼如果想避免大唐的兵风 解好西图觉贵族 他们少不了这匹狼 大长老回头看看面如死灰的薛颜驼使者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默默的点点头 大长老勾勒着身子 显得越发的老迈无助 张开满是鲜血的嘴 艰难的对云叶说 成交 刚刚还满脸泪水的云叶 立刻就笑逐颜开 搂着大长老的身子说 嘿 这样多好啊 买卖成功了 我想啊 不会再有人开更高的价了 长老 你这笔生意多么合算呢 一些牛羊罢了 就换的如此宝贝 您看看这匹狼 气度是多么的高雅呀 您看看这牙齿 这锋利的 和哨 和哨 赶紧去城外的牛圈里啊 挑七千头好牛出来 拿着我的牌子出城 明天一大早 就把牛赶到咱们的牛圈里 啊 多挑些母牛啊 你上回从草原带回来 大部分都是公牛 被草原上的蛮子骗了 这回啊 一定要小心 公牛 母牛 你还不认识吗 猪头和哨笑的 胖脸上只能看见大嘴和白牙 在云叶身上摸索着摘下牌子 努力睁着眼睛就去找薛原陀人 土育浑人交涉 解款的事宜 抱着玻璃巨狼的长老听到云叶的话呀 几乎是一步一呕雪的下了台子 把巨狼交给上来搀扶他的薛原陀使者 才软软的倒地昏迷 他只希望这匹巨狼能成为西突厥的图腾 为土育浑人争取到十年的和平 高丽的使节幸灾乐祸的瞅着胡人倒霉 自己能站在岸上边看别人在水里扑腾挣扎 那是一种享受 这棒子呀 从来都如此 一千多年以后也没有多少改变 薛原陀人 土育浑人都走了 那些一直站着没座位的商骨啊 趁机站了座位 作为商骨 他们很享受云叶的表演 并不觉得云叶这么做呀 有什么不对的 利益追求最大化 那是商人存在的价值体现 今日看到这一幕 个个是受益匪浅 觉得三十贯的入门费用 实在是花的太值了 一击死一击鸣 人们对于宝物的追求呢 是永无止境的 有些身负使命的家伙 早就跃跃欲试了 那些大件的宝物 无缘自己 小一些的东西 难道也没自己的份吗 拍卖会不会因为一个糟老头子 吐几口血 就会嘎人而止 而是更加的热烈 去看服装表演的妇人们呢 也心满意足的回来了 街起喳喳的讨论自己的哪些首饰 才能配着上自己的新衣服 侍女手里捧着的檀木匣子里 装满了刚刚挑选的玻璃首饰 尤其是各种颜色的布摇 发夹 让他们心摇神醉 有心急的呢 已经插在自己的头上 显摆了 如果他的男人看到这些 一定会暴怒的掀桌子 云叶的东西 他哪有便宜货呀 没见刚才 把最会做生意的胡子 都弄得吐了几十两血吗 狐一上台 很快就清理干净了台子 有细心的呢 还端来水盆 细细的把大长老吐出来的血呀 都擦干净 还给台子上喷了一点香水 自家侯爷那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呢 云叶的东西呀 果然很贵 一个提凉壶就要一百罐 再配上六个酒杯 这一大小的茶中算是天头 这还是看在同僚的份上 给他优惠 云家遭了灾 都是被这些官员给害的 作为同僚呢 侧隐之心还是要有的 不能看着云家满门老小 拖着打狗棍去要饭吧 这也妨害 咱们朝廷的官瞻不是吗 在那些大佬的纷纷自重身份 不肯出价的时候 一群侍郎 洗马之类的中级官员呢 本着最厚道的善心 纷纷出手救济云家 什么 每次叫价不得超于一百罐 那岂不是一个茶壶就要卖五六百罐 大怒之下决定不买 就让云家全部去喝西北风 一个破茶壶 老子出一百一十罐 居然被撵出来了 七尺大辱 高丽人呢 打算把在长安赚到的铜钱呢 全部换成琉璃带回去 没多久 两万多罐的铜钱 就变成了几箱子琉璃宝贝 回原又是迷醉的抚摸着 每一件光滑如玉的琉璃器 就像是在抚摸情人的腿 完全的沉浸其中 他的样子呀 恶心了很多人 却无人指责 他们希望自己也有恶心别人的资格 在云夜拍卖的第三十号拍品呢 也就是第二十件琉璃器的时候 云三从后台跑上来 在云夜耳边轻声说 侯夜 咱家的商队已经到了辽河 林掌柜的说 带去的六十一件琉璃器 无一损坏 杜大将军给咱家准备了渡船 明日就会到高丽境内 送给杜大将军一件琉璃牡丹 他很喜欢 云夜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六十件琉璃器 足一把高丽 新罗百计的市场完全占领 老于事故的林掌柜 常年跑辽东三国 对于高丽啊 新罗百计是非常的熟悉 这一次啊 就是他早在两个月前 就带着庞大的四家联合商队去了辽东 云夜啊 要求必须带回来大量的高丽参 剩下的东西啊 看不上眼 那就大量的收购粮食 有多少要多少 全部供给边军 如果粮食还有剩余呢 就地酿成烈酒 转卖给利墨一族 换回战马和皮毛 哎 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 如果可以形成稳定的贸易来往 就最好 持酒的消耗高利的粮食 酿酒师啊 已经随他们去了十余人 只要酒坊运转 就会消耗高利大量的粮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